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鱼啊 和往常的不一样啊 这条鱼是携带毒素的 这是一条狮子鱼啊 如果你第一次来海边的时候啊 见到这条鱼 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它 因为它浑身都是毒素啊 有多老铁一进来 感觉学到了知识 反手就给主播点了一个小红心啊 而且有多老铁会加上一个关注 看我9点左右干一支 来不行的姐妹们啊 听老一本人说 见到风雨雨者啊 可以出行平安 那个家庭和睦啊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这是早上在在海边捡到的 哎不对啊 他都在老大爷船上偷来的啊 进来的老铁啊 希望你能带走这份好运啊 呃 别忘了给个双击 马上直播 感谢哈喽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 有生事这是什么鱼的吗啊 这个鱼一面天使一面魔鬼啊 这一面就比较可爱了 嘿嘿 感觉可爱的扣个一 感觉不可爱的扣个二啊 如果你喜欢赶海的话啊 如果手机还有电的话情况下 能不能给老弟点个红心 加个关注 在晚上十点左右赶海直播 感谢 来吧兄弟姐妹们啊 这是前几天在沙滩上发现的 那个四个搁浅的小河豚啊 打了点问我这个河豚能不能吃啊 嘿嘿 就算能吃 你看也不能吃啊 这是这个是有毒的啊 这个河豚是有剧毒的 所以怎么给它放生了啊 感觉可爱的 给个双击啊 喜欢赶海的 马上直播了 记得关注我 看我直播 来吧兄弟姐妹们啊 当你在海边的海鲜市场里 逛海鲜的时候 已经要注意这个毛尔罗 一斤毛尔罗半斤水啊 在这捏一 嘿 不好意思啊 我我我呢 我我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啊 进来的铁屏幕学到知识 给个双击 关注我 看我直播 来吧兄弟姐妹们啊 当我发现它的时候 是在海鲜市场的某一个小角落里啊 嘿嘿 感觉它非常的可爱啊 我那感觉第一眼就圈一过眼神了啊 感觉这个鱼非常的可爱 没有老天感觉它可爱的 感觉可爱的扣个一啊 如果你喜欢赶海抓海鲜的话 记得关注我 感觉这个鱼能带来财运 分享给咱俩 来吧兄弟姐妹们啊 退长到沙滩上 发现两只隔浅的小河豚啊 出于伤心难过的角度 咱绝对把它给埋葬了啊 因为这个河豚是不能吃的 它是血有剧毒的啊 进来的老鲜 如果你也躺在床上玩手机的话 麻烦留下一个双击啊 如果你喜欢赶海抓海鲜的话 记得关注老鲜 老鲜带你赶海直播咯 感谢你们 来吧兄弟姐妹们啊 青春来到海边啊 在沙滩上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怀孕的鞋子啊 咱出于这个放生生命的心情啊 咱觉得给他放生了啊 有的老鲜进来会看到我放生生命会给老鲜一个双击 而有的老鲜不给啊 不给就不给吧 能不能加个关注 看我马上直播赶海 抓螃蟹咯 感谢 这是昨天中午赶海抓到的海猪鼻子啊 感觉他们非常可爱 花费了我49分钟啊 终于找到了49个海猪鼻子 给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只是你的手机连接的外赛啊 在双击不卡屏的情况下 麻烦给老鲜点个红心 加个关注 看我下午一天左右 带你赶海抓猪鼻子咯 嘿嘿 他们可爱吧 别忘了留下双 放生是一种美德啊 这是从小到大 父母教给我的这一个做人的道德啊 这是早上在海边发现的一个七彩设备乡啊 已经怀了数万的宝宝啊 再决定给他放生了 有的老鲜进来看着放生生命会给人一个双击 有的老鲜不会给啊 不给就算了 加个关注啊 咱下午一天左右赶海直播 记住观看 来吧兄弟姐妹们啊 这是在海边发现了一条小鳗鱼啊 他的身体是非常柔软的 据说可以要鸡头十几圈 有的老鲜在一进来 见到这么漂亮的小鳗鱼 反手就点了一个小红心 而有的老鲜喜欢大海赶海抓海鲜啊 加了一个小小的关注 来看完六天左右赶海直播 感谢你们咯 感谢 通常我们在海边发现的八爪鱼啊 一般都是红色的 活摸乱跳的啊 今天在石头下面翻现了一个这个啊 会变色的一条八爪鱼 不知道是哪个老鲜带给我的幸运呢 今天在海边翻现了 有的老鲜一进来啊 没见过这种变色八爪鱼 翻身就给主播点了一个小红心 而有的老鲜会加入关注 看我晚上开直播咯